號稱亞洲最大家居企業董事長千金趙婉欣 同時也是女明星 伊能靜的閨蜜 在演藝圈擁有好人員 她指控她在2020年 投資了一家生計大廠100萬 最後呢要求要返回 但是對方不理會 直到報警對方才出現 趙婉欣強調 對方的資本額6億 不可能拿不出錢 是6億的一個註冊資本額 那你怎麼可能是 連100萬都拿不出來呢 對 我會覺得很離譜 號稱亞洲最大家居企業 董事長千金趙婉欣 同時也是女星伊能靜的閨蜜 指控升級大廠 郭姓董事長用話書詐欺 讓她投資了百萬未上市股票 要求退股 她也寫了一個退股同意書給我 但是直到今天為止 我還是沒有收到這個100萬 當初她給我借口是說 因為她沒有100萬台幣 她只有人民幣 被指控的郭姓董事長 擁有獨家水產養殖技術 趙婉欣2020年被邀約投資 後來決定退出 對方錢不只不還 訊息也一讀不回 讓前景更氣的是 國姓董事長的妻子 還在社群軟體指名道姓 指控趙婉欣 要把人高到身敗名列 雙方其實是多年好友 還原2020年投資後 趙婉欣曾介紹父親給對方認識 去年底父親也簽下合作契約 但卻發現簽約當天 對方公司遭台中是否停牌 認為對方有所隱瞞 報警提告 郭姓董事長回覆公司沒有被停牌 也沒有不回覆 也沒有再跟我在私底下的聯繫 然後直到我當日去請警局 然後警局的那一天 他就不停地傳訊息給我 郭姓董事長回覆公司沒有被停牌 也沒有不還錢 還拿出雙方協議 反控對方先不講理 對此趙婉欣強調一定會告到底 但如今雙方各說各話 爭相為何就等對不公堂 接著綜合報導